然后又新出了一个3000亿经验 手里刚有点钱准备回家回收拾装逼的 这回都得花了 又弄了个3000亿 3000亿的话可以获得五点属性点 可以获得一个永久的称谓 这3000亿的话完全是一种 一种形式上的一些奖励 而不是实际的物质上的 所以说这不影响大家市场平衡 我跟你们讲 你们想的3000亿5000亿 出的那种鲜艺精彩没有提 什么观照万象出其不意 是永远不可能的 不能说《梦幻西游》 因为它是一个无限游戏游戏 就是也没时间到 永远倒是说不了 五年三年是不可能有的 绝对不可能 三年五年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而且以前的千亿据说 他们都已经感觉到了 大面积的破坏了游戏的平衡 他们以前出宝宝可以 无限没有压力的随便出 但是以后的出宝宝 他就考虑到千亿了 那有些宝宝他已经排完千亿了 已经排完神马三个立体了 你再出一个新的宝宝 代替原有的宝宝 对不对 直接出两三个天赋技能的 造成以前的市场全面崩盘 对不对 自己猜自己猜 所以说千亿的东西 他不会再犯了 以后的三年一五千亿 他不会再出新的受决了 北明 新神兽之 北明 超级昆蓬 兄弟们 咱们玩的游戏不是山海经 不是手游 不是网页版 而是一个已经 平稳运营了 18年的梦幻西游 兄弟们 这个宝宝是三本自定义的书 看见了没 这个三个是可以打成 应该是可以打 应该是可以打成 应该是可以打书的 这三个技能 生肖神兽是可以打书的 超级胖的功能 应该可以打 这个除了这个刚才的 那个北明 之缘以外 还增加了几个特殊技能 飞升以后的技能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宝宝是三个特殊技能 然后转成法术的时候 多了一个技能 叫做北 叫扶摇 北明之渊 开始解释一下特殊技能 扶摇万里 兄弟们 这个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技能 法术攻击多个目标 按一定等级增加法术伤害 增加自身等级 除以15加1 假设这只宝宝 是129级带的 139级的宝宝 139级加15 除以15加1 129级用他秒10 而且 他不是按照那个 虚迷的魔力点增加法商 可能这只宝宝 自带了增加法商 兄弟们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只宝宝是一下 一个增加法商 秒10的招官兽 秒10的招官兽 那这只宝宝 首先我可以 99%的确定 肯定是不能排虚迷授绝的 因为以往的 以往的神兽和孩子 就拍不了授绝 如果这只宝宝可以排 那任务的宝宝 将没有任何意义 他能碾压所有的任务宝宝 对吧 对吧 如果 如果 如果能排虚迷授绝 那所有的任务宝宝 在他面前全是垃圾 所以说他一定不能排